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也对位不上近战 手短的他在射手内战中 逃不到便宜 一旦过了对线期 开始走下坡路 别人家的射手 要么灵活 要么占路一切 李元芳一打团 就只能对着弱化坦克 一顿饶痒痒 最要命的是 萌芽的出现 进一步挤压了 主打前期节奏的李元芳 同样是技能型射手 萌芽支援能力更胜一筹 持续输出也毫不逊色 总之 现在射手全员当老大 只有元芳愈发卑微 我认为应该加强一技能的射程 并让一技能附带一个锁定效果 让元芳接下来几次普攻 全部锁定一技能的目标 而这样保障元芳 对敌方脆皮有一定的威胁 否则打团真的是谁也摸不到 第二位阿科 曾经的炸鱼女王 在经过多次产无人道的削弱后 现在已经成了鬼剑仇级别的存在 靠抢人头谋生的他 既没有控制 也没有摆脱控制的手段 顺风怕对面守高地 逆风更是毫无作用 疯狂白给 素质削弱 导致他对斩杀线要求越来越苛刻 而事实上 如果队友已经把敌人全都打残 那这局感觉有你没你都差不多 更要命的是 阿科自带总裁关环 几乎是强迫其他队友做打工仔 优势经济全部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一波失误就可能前功应激 对比同样是收割型的打野权策 人家要控制有控制 前中后期作战能力都很突出 对脆皮威胁也是非常大 虽然也惨遭削弱 但技能机制还在永远不会过失 不得不说阿科这种类型的刺客 只有过强和过弱两种可能 如何平衡他确实实道难题 最后一味的悲惨程度 那可谓是灾难级别的 他就是貂蟬 自从去年所有射手射程获得加强 一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各种养猪流 公孙马 再到现在的狂暴战路流 每一次都是貂蟬的各梦 曾经高端局势看不到射手啊 彼时的貂蟬尚尚可以欺负下短腿大汉 然而射手风靡已经一年 现在更是绝对的团队核心 永远领先别人一个大剑 而这种情况下 貂蟬几乎没有受过任何加强 胜率也跌至谷底 与嫦娥杨玉环并称下水道三姐妹 而现在的中单渐渐变为带节奏的工具人 要么浑身是空 要么前期各种扭走 貂蟬这种慢热的法师实在是格格不入 最惨的是 入化狂暴加强 原本对貂蟬案是利好的消息 结果却被连铁鹰拖累 没用几天就被削弱了 说实话 我宁愿选个高竞力和对方后翼一换一 也不想用貂蟬像个火宝一样 跳来跳去 然后被三剑带走 唯一的好消息是 体验服对各种站边和坦边 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加强 貂蟬或许有可能走边路 出圣杯疯狂推陷压制 做一名类似敏玥的丹带法师 毕竟中路太险恶 我参而还是远离是非之地 尽尽做一名美女子就好 当然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自己的本命英雄获得关注 你认为当前版本谁最需要加强呢 留言告诉我她的名字吧